警方激活报案调阅监视影像画面 寻现找到了嫌犯的住家 当男子一开门走出来 是立刻请他配合到派出所做笔录 原来这名男子是被家长指控 女儿出门买早餐回家的时候 是被他口头叫住了 没想到这名嫌犯涉嫌裸露隐私部位 让女儿是相当的害怕 而这名男子的行为也涉及了性骚扰 以及妨害风化 警方激活报案之后 在隔天晚上就逮到了他 而调查发现 这名年约36岁的彭信男子 他到案后是公称 确实有在13号下午 在新北市板桥尾随一名女童 并且呢已坦诚 是有拉起上衣 以及露出肚子还有下腹部 但他否认有曝光隐私部位 不过这是他的说法 他这样的行为 还是让小女童受到相当大的惊吓 警方坐完笔录之后 仍然将这名彭信嫌犯依法捐办 同时也依照性骚扰防治法 通报新北市府社会局审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